并做好记录 为防止孵化器内的实际温度 与显示板所显示的温度不一致 所以要求每天两次要用温度镜 检查孵化器内温度是否正常 如果机温误差超过0.5到1摄氏度时 要及时进行调整 在孵化期间 还要对孵化的种氮进行照检 照检的主要目的是观察胚胎发育是否正常 同时结合观察挑出无精氮、死精氮和死胚氮 照检一般分三次进行 第一次照检在入孵后第五天进行 排除无精氮和死精氮 第二次照检在第十至十一天进行 采用抽检的方法对孵化器中不同位置的 种氮发育发育发育情况进行检查 第三次照检在第十九天落盘前进行 检查胚胎发育是否正常 检查胚胎发育是否正常 这时就要将种氮从孵化器转入出锄器内 继续进行孵化 所以第十九天就要开始落盘 落盘就是将种氮从孵化时用的氮盘中 转入出锄用的塑料箱中 落盘要由两人操作 方法是先将塑料箱扣在蛋盘上 然后两人分别一手拖住蛋盘 一手拖住塑料箱 此时应把种氮夹在蛋盘和塑料箱之间 把种氮夹紧 但要注意不能用力过大 否则会把种氮挤碎 压住以后 两人要同时迅速地将蛋盘和塑料箱翻转过来 将蛋盘拿开 种氮就转入出锄的塑料箱了 最后 将装有种氮的塑料箱 马放在蛋车上 推入出锄器内 继续进行孵化 在落盘以后 为保证种氮不受污染 要用熏蒸的方式进行一次消毒 落盘后 熏蒸消毒的用量为 高蒙酸钾120克 福尔马林240毫升 进行熏蒸消毒20分钟 这时应注意 熏蒸到5分钟时打开排风机 在种氮落盘转入出锄器后 还有一项消毒措施 在孵化期第19天时 用250毫升福尔马林 加水500毫升 放在出锄器内 使其自然挥发 以达到消毒的目的 在20至21天 用150毫升福尔马林 加水300毫升 进行自然挥发消毒 总氮转入出锄器的三天内 自然挥发消毒 要每8小时更换一次消毒液 种氮转入出锄器后 鸡的发育逐渐成熟了 这时就开始破壳了 孵化到第21天时 就要出锄了 在出锄前一小时 还要进行一次熏蒸消毒 使用浓度为 高蒙酸钾80克 福尔马林100毫升 熏蒸20分钟 在5分钟以后 打开排风机 进行通风 降低消毒浓度 出锄前的消毒完成以后 就要开始出锄了 出锄前要准备好 装除锄机用的塑料箱 以及防疫疫苗等用具 出锄的顺序 首先从出锄器内将厨机推出 然后将厨机剪出 放在准备好的塑料箱中等待鉴别 并将空蛋壳集中处理 除鸡出壳后 身体比较弱 因此要对除鸡 尽快进行处理 以便送入预除鸡社 鸡的品种有很多 但一般分为肉鸡品种和蛋鸡品种 两大类 因此 当孵化的是蛋鸡品种时 就要对除鸡公母进行鉴别 目前除鸡常用的鉴别方法 有三种 包括方刚鉴别法 毛色鉴别法 和语素鉴别法 其中 毛色鉴别法比较简单 只需要根据除鸡的毛色 就可以鉴别出除鸡的公母 但毛色鉴别法 只适用于单一的品种鸡 如海兰赫弹鸡 翻钢鉴别法 一般适用于混合除鸡的公母鉴别 方法是 用左手中指和无名指加住除鸡头部 拇指和食指 轻挤除鸡的后部 使除鸡排出粪便 然后 用左手拇指和右手拇指 无名指将除鸡肛门挤出 经观察 如钢门处有凸起即为公鸡 没有凸起为母鸡 语素鉴别一般也只适用于单一品种的公母鉴别 如罗曼鸡等 但是因为除鸡生长速度较快 所以要求语素鉴别 要在除鸡出壳后的24小时内进行 方法是 一手握住一只除鸡 另一只手将除鸡的翅膀拉开 这时就可以看到除鸡的语素 只有一层的即为公鸡 如果除鸡的语素可以分出快慢语 即有两层语素 就是母鸡 为保证除鸡的健康 不受疾病感染 孵化场应在除鸡出场前 对鸡进行一次鸡的马力克疫苗注射 疫苗注射采用进步皮下注射 注射时要求不能漏掉 防疫疫苗要保存在液态氮罐内 以免疫苗失效 随着除鸡的疫苗注射完成后 就要将除鸡装入包装箱内准备外运了 除鸡装箱时要按包装箱设计密度装箱 每一格内密度不得过大 现在使用的包装箱 一般为80×60厘米的硬纸箱 箱内分为四格 每格内可装25支除鸡 每箱共装100支 包装箱上要开有通风孔 除鸡装箱后 在地面上码放时 要在地面上加一垫板 以免直接接触地面 使除鸡受凉 除鸡包装箱码放时 不得过高 并且不要靠得太近 每行间要留有空间 以保证除鸡的通 在将除鸡装箱后 就可以向养殖场送除了 送除鸡的运输车 应装有帆布棚 开有通风窗 车内要设置 留有间隔的竹条或木条垫 这样既可以使除鸡包装箱通风 又可以防止包装箱 直接接触车厢的铁板 使除鸡受凉 包装箱码放时 要码放在车厢的两边 不要过分拥挤 保持通风 在运输过程中 要根据季节的不同 做好适当的防寒保温 和通风降温的工作 保证除鸡的成活率 出锄工作完成后 要对出锄器 除鸡箱 以及操作间 进行清洁消毒 要用高压水枪 将出锄器和出锄用具 进行一次彻底冲刷 然后用复合健康炎类消毒液 稀释到200至400倍的液体 进行喷雾消毒 还要将弹车和弹盘 推入孵化器 进行一次熏蒸消毒 才可以再次使用 另外 孵化间要求每周 进行一次彻底消毒 要对孵化间的每个部位 包括孵化间入口处 以及墙壁等 都要进行消毒 消毒时 可使用过氧乙酸 300倍液体进行喷洒消毒 在以上节目中 我们向广大养殖户 介绍了 鸡的孵化技术 包括 种蛋的选择 以及孵化期管理 和除鸡的鉴别 运输等技术要求 希望对您有所帮助